还记得0403地震中横公路可以说是柔长寸断 那么住在西宝和洛少的农户 种植的有机蔬菜无法运销出去 加上没有电力以及电讯无法对外联系 只好打工用电话向寿林乡公所来请求协助 那么寿林乡长王玫瑰并且向公务段沟通之后呢 让农民们的运送蔬菜能够通行顺利来运销 宿林乡富士村西宝和洛少农民们因为综合公务楼场寸断 公务段进行道路维修管制通行之下 造成邮局蔬不能够运送下山来 影响到农民的生计 加上没有电力和电讯无法联系 只好打公务电话来求援 不种菜我们能干嘛 你说让我们能够村下山的时候 那我们又能怎样 所以我们必须还是冒着这样的跟老天爷赌这一口气 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大地震的灾害 影响到整个中本路线是最严重的 那我们基于这样的心态的话 我们也是要面临一个考验 那我们最希望是说 已经站在我们这个农民的角度 公所这边也不断的协助我们 我们还是仰赖着中央 中央能够是对我们当地国家公园 当地住民的一个照顾 就是因为我们的权益完全 我们都看不到了 我们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 我希望中央能够重视我们 整个住在国家公园当地住民一个 生活的一个权益 然后虽然地震已经过了 可是我们的路都还没有修好 然后我们电力都很不稳定 然后我们山上的居民住这么久了 那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技能 那我们去别的地方 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那希望就是中央啊 或者是地方政府 都能够看到我们 帮协助我们 就是比较焦虑的就是我们 洛少西宝有种植 他们种植苏果的村民 他们这些物资要带下沾 并且还有跟公物断报备 他们才可以运速下沾 有时候他们的时间 会延长一天两天 那今天特别 那个山上的我们的百先生 特别联系我 那我马上跟我们的 相公公署 我们的乡长通报 有这样的情形 我们尽可能在 任何职业的协助下 我们尽可能会去 协助这些村民 他们也蛮辛苦的 许位下长文贵表示 了解农民的困境之后 也会向花园县政府 和中央提报农所的情况 那现在目前 能够硬下山的只是局部 那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为了要把这个菜销出去 还要冒生命危险下山 那其实它有很多 就是还有很多大量面积的蔬菜 是没有办法运下山 那我希望说 这是不是可以也列入 我们农业部这里的一个 灾损的一个案例 那今天我们在新云相公署二楼 也讨论到大同大理 农业灾损的部分 因为大同大理是完全 入不通的情况下 但是种植的建损 它是非常好的 但是硬不下山来 在这个部分 因为在相关的条文里面 是不列入它的条件 但是我希望政府这里 是不是把吸宝落少 以及抱含大同大理 这样的一个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能够列入灾害补偿的一个部分 文贵表示 0403造成修林乡富士村 吸宝和落少的农特产品 无法运送到山下 对于农民来说 损失可以说是相当严重 它也会继续洗漱大家 一起来读过难关 记得继续洗漱浴浴浴